念佛感应路,七,四念佛缅难,十二,夜宝县前困楼中念佛蒙旧心静转。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。 陈美日脱离2016年台南地震60小时受困之经历。 我是陈美日,今年28岁,越南人。 因为姐姐嫁到台湾,加上自己为成功大学之交换生,毕业后于台南就职,因此长期住在台湾。 我学接触佛法大概是在两年前,我有姻缘到附近的佛堂,开始听文法师开示,参加共修。 说实在的,我对佛理了解不多,只是常常听到师父说要念佛,念佛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虽然如此,墨学平常也很少念佛。 2016年2月6日晚上,我和八岁外甥女一起睡。 半夜熟睡之际,就被地震剧烈的摇晃所振醒。 这个时候,我听到房子摇动的声音非常大,但来不及想什么,做什么,发现自己下半身已被床铺压住,无法动弹。 房间里面很黑暗,什么都看不到。 只感觉当时的空间非常狭小,我用手一点点的摸住四周了解情况,发现在我头部上方是塌下来的钢筋水泥, 前面是墙壁,四周似乎都是障碍物。 那个时候,我非常困难地提起佛号。 但害怕,慌张,恐惧充满整个思绪。 我最害怕的是,我死后会变成怎么样? 死后会到哪里去? 我很后悔平常没有好好用功。 以前一直觉得还年轻,还有明天,还有时间,总觉得意外,灾难与自己牛马不相干。 又想到,若我死了,爸妈怎么能承受这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呢? 我想起棺材是装死人而不是装老人,深深地体会到无常就在我们身边。 没多久,我突然闻到一股很浓的瓦斯味。 这味道让我一度快无法呼吸了。 而且那个时候,我也已经受伤,头部流出很多血,感觉非常的晕眩。 我以为自己已在死亡边缘,所以心中就一直念佛, 莫想到过了一会儿,瓦斯味开始退散,头也不晕了。 但是这时,水突然从上面一直流下来,几乎淹到我的嘴巴。 这时,身旁的外甥女,狠住急地说, 阿姨,水淹到我的耳朵了。 我不想下地狱,你赶快来救我好不好。 拜托你,拜托你把我扶起来。 我跟她说,你相信阿姨,跟住阿姨念佛, 佛菩萨会来接我们去更好的地方, 我们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, 你跟住我念佛就可以了。 外甥女听后,也开始念佛, 但是念末多久就累了, 就要求我念出声给她听就好, 而且还要念有旋律的佛号声。 我当时心想,阿姨快要莫利, 还来这一招但是奇迹的是, 过一会儿,水就停止流下来了。 这个时候我听到姐姐和姐夫的声音, 并且隔住墙交代我们放心, 他们出去后会马上叫人来救我们。 后来有人呼叫我们的名字, 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大声回应, 他们就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。 我记得,搜救人员已经来来回回叫我们很多次, 但是都没听到我们的声音。 这时我已经绝望了, 外甥女又一直哭, 我很无助, 心里想, 难道我们两个就这样被折磨到死吗? 身痛心痛几乎让我无法念起佛号。 这个时候, 我想到过去自己造了很多恶业, 杀了很多众生, 这些众生被我杀时, 不也是跟我现在一样恐惧害怕吗? 想到外甥女的苦, 想到这栋围观大楼里可能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被困受苦, 想到众生重重的苦, 我慢慢地平静下来, 跟自己说, 为了自己, 为了外甥女, 为了众生, 我一定要提起佛号, 就这样一直念佛, 大概过了几个小时后, 终于有人呼叫我的名字, 并且说这是最后机会了。 我马上回答, 有。 我在这里。 佛力加持, 终于有人发现我们了。 经历大地震, 大楼倒塌被压埋, 受伤, 水淹, 瓦斯爆炸, 多次无人发现, 受困六十小时, 我与外甥女还能安然度过, 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。 除了感恩救男人远不离不弃的搜救, 毫无疑问非常感念阿弥陀佛的护念。 因此, 就以这个小小事迹, 与各位学佛人, 念佛人分享, 希望大家对佛法深信不疑, 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。 历经此番劫难, 亲身体会到可不又迅疾的无常和沉痛的世间苦难, 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人身难的这句话。 本来我上无法完全如素, 现在已开始吃全素了, 本来对于世间物质生活诸多要求, 日日生活在吃喝玩乐, 唱歌跳舞, 男女恋爱之间, 现在更能打开心量, 看清那些只是世间短暂的快乐, 根本没办法脱离苦难。 可以说顺境与逆境无非因缘, 不管顺境、逆境, 只要有佛在的地方, 就是好境界。 陈美日口述事境本记录2016年4月1日, 住,围观大楼是此次地震最严重的灾区, 整栋大楼倒塌, 死亡人数115人。 陈美日与其外甥女为最后搜救成功之声海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